宣导片中点出三大错误的骑楼停车状况 包括不要在骑楼横向停放机车 通往斑马线的骑楼通道不要停车 看到骑楼有绿脚丫的地贴也禁止停车 市长谢国良说为了让骑楼停车更有秩序 也兼顾行人和弱势民众行走的权益 市府特别制作宣导影片 请机车族朋友一起来配合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宣导 我也肯托大家 我们今天也请新闻科 把我们的这个宣导影片放到各个社群媒体 因为我们现在有划出几个明确的区域 包括横向不能停机车 如果大家都停止的你不能停横的 还有就是这个斑马线的这个三角路口 不能停放以及还有绿脚丫不能停放 那我们会慢慢的清楚的标签 因为过去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机车停车格 那我们现在就不断的再画出来更多的机车停车格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区隔 让大家留通道 然后让大家这个有很明确 哪里可以停哪里不可以停 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那我们慢慢再做这件事情 也请大家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意见等等 透过生动活泼清楚的影片宣导 市府请机车族朋友能够一起来配合 让民众和弱势族群能在骑楼便利安全的通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